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們還是請大家到後面去好不好 要不然我們委員都看不到他們會抗議 大家還是做到 我請我們的媒體還是在後面好不好 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先讀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行內政委員會 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5年6月13日上午93分至下午6時45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出席委員黃委員召順的13人 列席委員政委員天才等39人 請假委員陳委員超名的2人 列席官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 黃召集委員召順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四案 審查委員寒情審議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四案 第五案審查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請願文書一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尤美女等說明提案要指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等報告 委員黃昭順等14人提出質詢 軍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等及其答覆說明 另有委員吳祺明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覆 決議一說明及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 請相關機關盡速以書面答覆 二請願文書部分 請委員於審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時參考 不成為議案 一立法院執權刑事法第67條之規定 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願會存查 並通知請願人 三入出國籍移民法部分 一委員李俊逸等六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討論 二第16條除第四項修正為 中華民國105年5月31日以前 入國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 未能強制其出國 且經盟障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 認定其身份者移民署 因許可及居留外 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三本案審查完聚 一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 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黃釗級委員 招順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四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 一第17條審查完聚 尼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一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第11條之規定由決議實至主席黃釗級委員 請坐好 請坐好 好 請坐好 好 請坐好 報告委員會 我想對於上次的議事錄 我們請柯總召先發言 那發言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 好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早 我看今天早上這個場面 所有媒體都到了 兩黨都動員 搞了三以一來封完樓 劍馬奴巴 我早上 持民人這兩天也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民黨這邊有一些意見的交換 我們認為 我們大家既然當地要委員 大家勇敢面對所有的議事規則 只要有 有瑕疵的部分 我們都互相彼此要承認這個是事實 包括 我們禮拜一 好 在 在 政府法治委會 有關於公共進會的表決 大家應該各黨一步 讓整個 國會議事 能夠順暢 那 有關於 難民民法 以及難民關係條例 這是 各黨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以及表態 我想 沒有 政黨在 在自己 自己 政黨核心價格上面 現在 在立法院 委員會上論證 還是在宴會上論證 這是正常合理的 所以 我認為 為了 陸配的問題 為了難民法的問題 兩民法 兩民法條例 十幾條問題 我們應該冷靜來面對 對 也就是說 禮拜一 因為這個委員 有所發生這樣的一個衝突 我們應該大家共同來思考如何解決 所以 對於剛才議事錄上面 我也 有跟 林德福委員 來談過 我們兩黨應該要展現冷靜的時刻 這在委員會上 彼此在官房 每一個在出招 然後一直衝突 對 兩黨的社會形象都不是很好 我們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 很誠懇建議 就是 關於議事錄的部分 剛才所宣讀 一開始就錯誤了 就開會時間從9點03分 到晚上6點 6點 6點45分 這個時間上 事實上我們應該 沒面對 所以建議就是 開會時間應該更正為 上午9點03分 到下午5點30分 至於議事錄內容 有123項 4項 也已經一個複議案 那我們認為 所有尋答的部分 在第一項 第二項 應該已承認 至於第三項 第四項 以及複議案的部分 應該重新再來 這個 應該說 應該再裁一次委員會 來進入主條審查就好了 好 這個出委員會也沒有用 當然有爭執 這樣要因為表決 大家要來抗爭 到最後 每一政黨都會堅持自己的理念 所以 這一部分 剛才 剛才我和您的委員 也舉了 大家共同默契 結果議事錄就是 就這樣 應該也更正 這樣的更正來確定 至於事後法制委員會 我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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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委員下個禮拜一要排公聽會 我們也同意 那事實上今天也有公聽會 公聽會也照排 加場 加場 那下禮拜三 禮拜四 因為這個委員和段玉康委員 來調換開會時間 由段玉康委員來主審 來主審 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這樣 這樣的話我想大家都各退一步 把所有 所有有夾制的部分 我們全部以更正 那就我認為這樣的議題 這樣的處理應該是對大家 比較有來討論 對於 對於議題上面 對於法案內容上面 比較有 一個比較平靜的討論空間 那這部分 我們 我在這裡代表民主政府黨 那這一份 那國民黨也簽名了 我是不是肯請大家 我們今天讓會議能平順進行 議事務更正以後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主 今天要尋找四項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的 那個 我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其實立法院 這個禮拜 在幾個委員會 當中都發生 許多不斷的爭端 所以我非常謝謝柯總召 跟林德副委員 我們可以從禮拜一的晚上 到禮拜二 到昨天晚上深夜 一直到今天清早 我們不斷的希望說 我們的議事進行 能夠順利 而且真正的做實質的討論 不管是多數黨的政見 意見或者是少數黨的意見 我覺得我們都必須要 互相尊重 而不是說拿了一個上會鬥議 就要我們不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樣是 對我們整個的意識 是有傷我們國會的形象 所以我願意說 如果柯總召大家兩黨之間 或者是其他政黨之間 大家能夠有一個共識 讓議事能夠順利進行 我對柯總召以及林德副委員的 所提出來的書面意見 我想我個人可以接受 那我請議事人員念完 那大家同意我們就順利進行 好不好 委員柯建民 黃昭順 莊瑞雄 趙天林 古拉斯委員 提出更正議事錄提案 針對本院第九屆第一會期 內政委員會 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 違反立法院議事規則 第27條規定之法定延長會議程序 預議事日程排定時間之會議 即決議 實為違法無效 原此本次會議議事錄 顯有疑慮 應與修正如下 一會議時間應更正為105年6月13日 星期一上午93分至下午5時30分 二決議第三點 第四點 復議案之決議 及臨時提案之決議 應擇期載於審議 宣讀完畢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那我們就修正 那我們進行討論事項 請秘書先讀 討論事項 審查本院委員孔文吉等21人 擬據反族群 歧視法草案案宣讀完畢 現在介紹列席的官員 跟委員會報告 那個內政部長 昨天有打電話給我 說今天是警察節 他必須要先去參加一個活動 但是他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告訴我 我沒有同意他請假 他沒有告訴我什麼時候要回來 所以我還是要請次長 各位委員同意他請幾個小時的假 他們一直沒有講幾點會回來 我想次長能不能打電話 請問他幾點可以回來 來和平軍長 跟保證來再開 和平軍長 總部長來再開 那個次長 你現在立刻打電話 看他確定可以到的時間 那我先介紹 你們去協商 那我現在先介紹 現在出席的官員 那你們去打電話 那個 誰在喊主席 就部長還沒有來 內政部的政務次長 花俊群 給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給我介紹一下齁 然後 民政司的司長林司長 在這裡我在這裡 移民署移民事務組的組長李組長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參議 習參議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 調辦司法官洋法官 法務部法制司 宋檢察官 原住民委員會 汪政務委員 客家委員會 楊政務委員 盟障委員會 陳主任秘書 行政院道路委員會 法政處處長 蔡處長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師 許專門委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陳副署長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師 王專門委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檢認視察 林檢認視察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師 黃專門委員 人文及出版師 專門委員 鄧專門委員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莊護組長 那我們現在進行 還有嗎 還有 衛生福利部社會 救助及社公司的 網檢認視察 國進退圖一 官兵輔導委員會 服務招募處 林處長 考選部考選規劃師 陳副師長 外交部條約法律師 黃科長 在後面 國防部法律事務師 陳中孝 經濟部法規會 劉科長 交通部法規會 許專門委員 行政院海岸巡訪署 卵專門委員 行政院公共委員會 企劃處的陳專門委員 在後面 在後面 中央選舉委員會 法證處 蔡科長 好 那我們 那個請內政部還是去 聯絡 他大概幾點可以到 你剛剛確定時間在講 我們先請提案委員先說明 說明完看他幾點到 好 請恐問幾位提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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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主席我有準備 powerpoint 好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的榮幸 能夠在內政委員會 要感謝我們 黃昭偉 安排 反族行歧視法 的這個草案 首先我要在這裡 特別說明 這個草案 是本席是在 五年前 民國一百年 九月十六號 時候提出的 那後來呢 是因為 借期不序審 所以我在今年 新的國會 產生之後 在今年的二月 就開始請我們 立法委員來連署 所以這是五年前的 法案 這個是 經過我們這個 新的國會 這個再來連署 再重新提案 是交付我們 內政委員會來審查 那這個立法的延期呢 主要是 當時在五六年前 我們桃園大西中心派出所的嚴警 執行酒駕 零檢時惡意侮辱 受檢的嚴住民 就罵他是西環啊 這樣子 報紙也有燈了 第二個是 最近是 紅樹柱的事件 當街尾隨辱罵老榮民 大陸新住民的歧視事件 這是最近的事件 但這個法案 當時立法的延起 不是因為老榮民 那是最近這些事件 是越來越嚴重 第三個是 對數十萬人口的 新住民的一些 親妹跟歧視 還有對年齡性別 或性向的歧視 這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些影片 這個是最近的一些新聞報道 還有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這個新書發表會 這個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是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大尾盧曼跟鐵絲易玲龍 有一個網路的廣告 這是針對我們 塞德克的 這個 這個 塞德克巴萊 這個 塞德克族的英雄 摩納魯道 是故意 有點醜化了 這樣的一個 親昧的 這樣的一個廣告 是大尾盧曼 後來是引起了 再下一張 這個是 這個農曆年前 這個是老年人 找不到房子住 這也是在我們國內 日潮的新聞很大 他們也是人 他們有錢 來住租房子 下一張 這個是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我們 塞德克的民族議會 就是針對大尾盧曼 這個抗議 所以就有一個 反歧視法的記者會 是由我在立法院 召開的 這是去年的2月6號 我們這個是在今年的2月26號 在院會呢 完成一讀 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 這裡面都有我們 立法院的議事錄 這個立法的依據呢 是依據我們 這個憲法 第五條 中華民國各民主義力平等 還有憲法徵修條文 第十條 就是國家應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 嚴重民族的語言跟文化 還有呢 是根據我們 民國98年412號 馬總統批准的兩個國際公約 的內容啊 並參采我國性別平等交易法 兒童福利法 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相關的規定 那草案的重點 我在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哈 第一條是立法的目的 是為了促進國內各族群 一地平等社會和諧 防止及排除對特定族群的 一切的行事的歧視 健全族群發展 並落實保障人權 那在為了要執行這個 法案呢 我們在第二條 它的主管機關 是在中央是內政部 在地方是直轄市縣市政府 那主管機關呢 應該邀集相關的機關 單位代表 及社會公眾人士 組成歧視的申訴審議小組 審議申訴事件 這第二條 還有一個是第十三條 申訴的程序 人民遭受第五條 到第九條 鎖定的歧視 行事時 可以進向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 歧視 申視 審議小組 申訴之 那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 收受申訴或知性情勢 情勢後 應該於七日內展開調查 前項調查 應該是兩個月內完成 必要時得以延長之 延長以一次為限 每次不得已兩個月 那他有沒有這個 這個受調查的義務呢 有齁 在草案的第十四條 前項的案件關係人 及受邀協助調查的人員或機關 沒有正當理由 拒絕配合者 可以儲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到十萬元以下罰言 並得聯繫處罰 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 所以這個是採用行政法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這個是第十五條 他的罪責 申訴的調查結果 卻有歧視行事者 主管機關應定相當的期限 命該機關單位或個人 以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 預期不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者 可以儲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到三十萬元以下罰言 並得以聯繫處罰 至改正或停止其歧視行為為止 最後的結論 就是我這個反族群歧視法的提出 不是只有針對原住民 也有針對新住民或新移民 對國內的各族群 都是有受規範的 那這個結論的第一點 反族群歧視法的制定 可以圖選我國對人權的尊重及保障 而且反族群歧視是憲法所保障 更也是國際人權 第二個 反族群歧視法的制定 在搭配交易及政府體系的提倡跟宣導 為了消滅族群紛爭為其初衷 第三是希望朝野各黨及立委同仁 針對條文內容可提修正討論 完整其立法 大家共同努力齊喜 在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結束前 能夠完成本法案的一個三讀程序 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我們黃昭偉 能夠把我這個反族群歧視法 擺在立法院已經五年了 這個能夠提出來 這個來討論 真的非常謝謝 以上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那個孔文綺委員的說明 那現在應該是內政部長要 他有打電話來我沒有同意要請假 我沒有同意 對我沒有同意 還沒有准就等他來 要等他來嗎 那我想請次長去聯絡 請部長 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是不可以這樣子的 因為立法院開會 立法院的 不管是委員會院會 部長這個會議是比任何一個會議都要重要的 所以部長是不能請假的 您跟主席報告 對 他現在正在警察節大會 他大概到十一點半過後 他要到十一點半過後才會結束 才會結束 要到十一點半 但是主要是他主席 我們部長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主席 沒有啦 我建議說 要問部長會等的 沒關係也很快 如果要問部長就繼續 這樣大家 我想這樣好不好 因為理論上 部長是應該要來的 理論上以前 民進黨對國民黨說 如果說部長不來一定會被譴責 一定會覺得我們被譴責很多次 所以理論上本來就是部長應該要來 因為他是主管單位 好 主席 現在做的裁判都效忠力的裁決 我們這麼好 我們做的工作有接 好 這樣要等部長來 好我們休息等部長來 我們再開會 謝謝 謝謝 我itsu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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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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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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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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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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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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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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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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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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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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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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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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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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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證據的啊 對 主席 各位政府列席官員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葉部長 請部長 葉部長你好 我今天要請你來這裡騎 但是我要先談幾個問題 尤其我發覺民進黨執政了以後 包括官員 包括你們的委員都自以為是 那今天我首先要討論跟你講 討論議事規則 那因為關於不當調產處理條例 通過的情形 我們的一心二死 其實在委員會裡面 如果在承認議事錄的時候 如果有意義 依照慣例 依照委員會的和諧的時候 都會請給委員發言 但是那一天 我們曾經邁委員也當過好幾屆 他要表現趕快把這個 不當調產處理通過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不妥 我覺得非常不妥 因為在委員會裡面關於 在議事錄成任的時候 大家會問一下有沒有 有意義一舉手的時候 就會請委員來 他現在用到立法院的議事規則裡面 那這裡面有差異很多在 尤其我非常不滿意 他把形容說 國民黨的立委 不用功練師 其實我很用功 我會找出他很多的毛病 他現在不在 因為我很欽佩他 但是我今天仍然要跟 陳委員講 當了招委 當了主席 要去傾聽 要去謙卑 雖然他要選高雄市長 但是用這樣的說法 來增加知名度的話 我不怎麼認同 但是我個人個人的能力 我很強 但是他的黨性太堅強 常常會引起一種困擾 所以今天本來是 三里一來豐滿了 但是經過兩位執行長 大家協調一下 我們的招委 這樣委屈其下 才把這個風 是平掉了 那我也跟在場的記者 其實在報導的時候 你們不能這麼講 國民黨委員不認真 是大家依照官吏在啊 哪不怕病 不是說他做理會跟他搞我們 要讀的時候 我們讀了 馬上就能反映出來 大家要彼此體諒 那再來 今天我們討論到 反殖情歧視法 我也給部長先了解 你社會治癒感非常強 但是在實際處理問題的時候 其實社會是一種包容 各種力量存在一起 那我談到兩岸福茂條例 說葬青中三十秒 現在報紙寫下 我們趙偉陳其邁委員 二十秒 這叫做 嚴嚴相報何時了 即使福茂協力開了兩年半 八十幾場的公聽會 你們不給他夠 你們全力的指導 我們是執政當家不鬧事 一直在危機求全 但是我看到現在 我們的委員會 你們是全 都可以說是 完全執政 但是你們沒有一點謙卑 你以為這樣鬧 不定我 如果要說我這個委員聽 大家鬧是我們的委員會 只是為了台灣的進步前途 我們心在人 說大家和諧 有問題出來討論 我也藉這個機會 跟媒體記者 在寫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們要深入 真正的問題點在哪裡 文化協議好不過了 再來太陽花的運動 民主時代的力量 那裡面你們院長說政治事件 好 以後歸納起來 我只要對政府不反 我抗爭就是政治事件 你從美姿 跟那個美牛到美姿 你們講的話 有算話嗎 周匯軍事比比皆是 這是我們最痛苦的地方 也是我們最憤怒的地方 你們抑制政的時候 完全都不一樣 部長 我說來法政 我希望你當的部長 你協力那麼高 你有社會的理念 但是不是這樣做事情 我們不比人家說 大家都有頭過錢 是要做到不來做 整個社會的亂面 大家心中有一個尺度在衡量 這樣做下去 怎麼樣 好 再來第二個 最近發生了 集會遊行保障法 我跟你們副院長講 我跟部長講 這個法案你要好好研究 有大大不然就這樣通過 你們又不敢 但是我在審這個法 所有媒體記者都沒有看到 為了時代的力量 為了公民團體 要獲得年輕人的選票 所以要符合他們 不然你看看你敢過 所以我說你要去看 尤其我現場 這個重要的法 竟然是委員提案 你們行政也沒有提案 也沒有去看過 這樣就要過 你們知道 你們過 但是為了台灣的進步 台灣要有法制的地方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裡面 我們只能感受良多 我也是看到一個報紙在寫 對於新政府 才擁有總統執政的話 我們不要只做他 生意 你剛剛算輸了要認命 我們要自服他 但是到現在我發覺 你們都沒有謙卑 嘴巴想謙卑 帶吐非常的傲慢 所以我再提醒你 集會遊行保障法 你這樣過 我很高興很晚 但是 我們苦口薄心 一直在講到裡面 無限的傷感 所以我今天 要跟你們新聞記者說一下 如果我把時代力量 認為是民進黨主治 的水護主治 你們要怎麼想 謝甘 你給我們政治選擇 說要有同理心 要原諒不值得鼓勵 法是一定要接選 天天以前在立法院上街 檢查打人檢查打人 現在要叫來檢查救人 寶長 你說不影響 我告訴你 我們到基層的時候 檢查的價值觀完全不一樣 裡面是幹生黏黏 你們不是說你們做得很偉大 我認真執法 我又被判有罪 有時候要被調職 你看歐美 建立法制不是像你們這樣縱容 而且你們最重要的執政黨 就是為了選票縱容 所以我今天講說 集會有行好 在最近通過的不當調產處理條令 我跟所有民進黨委員 再報告一次 黃文雄的報告裡面 談到李登翁的黨產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非常燦爛輝煌 但是民進黨在槍查 國民黨財產 碰到李登輝的事情都彎 你們好好查 繼續的查 我們有很多資料 五堂最後你們肚打嘴炮 我不是晚對 我只當查 查得千千止止 但是碰到對你們不利的不要畏受 那不當黨產的時候 不過 我剛剛談到議事規則 我們就說有意義 大家叫來 其實那個裡面條款是無限上綱的條款 都是推定的條款 你罰到地上阿八丁 你又怕你們立法為人 沒有關係 你的便當會裡面 你良知道德 場面話 在這個地方給你請 委員我是不是跟你回答一下 我念你沒時間回答 我很尊敬委員 我跟你說 他們現在跟我小妹跟我小菜 他們都會上電視 現在民進黨委員都沒有機會上電視 所有人的信貸都是這樣 他們說的意見 他們說的意見 維持會長資訊 我就曉得 你要頂我的嘴才有 來 部長你回話 我要衝到老街 我要把屍子彈出來 我也希望媒體能公正的報導 不要一面倒 我今天很良心提出來 他們還要選警 我不一定要選 我也不怕選 對 我跟你說 我來 來政委員會 我對每位委員都很重視 很重視 很重視 所提出的意見 我都認真聽 對我 有關的 集會遊行法 這我來政前 就已經 心情 所以我完全沒有機會 有任何的參議 但是你說的意見 我的 我的主意 我跟妳講 第二就是說 警察 警察其實是 我們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社會中間 剛才我們怎麼離開 民進黨的時候 今天是 警察節 警察節 我們今天標用 27個全國的模範警察 我們總統跟我們的行政議長 都頒發獎章 來鼓勵 連你的家屬都來 我知道 我們這裡的警察 都很認真 看你們大瓜 很感動 不會感動 大家有很優良 四七 不會感動 當大官了 才會感動 基層的時候 現在莫名其妙 價值感 都沒有 都已經混淆了 都已經混淆了 補充 我說話很實在 白超話 我不敢說 但是我怎麼特別 拿這個問題出來 我為什麼會談到這樣 不是說你們大瓜 去偶爾很尊重 你們以前有多尊重 他的心態 你沒有改嘛 我跟你講 所以你們現在當家 拜託你不要鬧事 要鬧事 我們比你會更鬧 你鬧我上鏡頭 他們還要在選舉 才會跟我上鏡頭 你怎麼聽不懂 我這個紅色的意思 基層的大家說 實在非常的痛苦 台灣這個轉型之一轉的 他們莫名其妙 有這樣的情形 我今天給我多說一句 好好 我看西安 拜託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昨天在談到 陸配的問題 你們是十五百公共的 你知道台灣人現在結婚 怎麼結婚嗎 你有去鎮腳走過嗎 東南亞兩到七塊 好 那個 新住民裡面是印尼跟越南 我跟 國長說 那些人 跟鎮腳走過來台灣 那其他的事情 我不要講多了 所以來的時候 來到這邊 其實那些陸配 我們要尊重 你現在說的陸配 你們為了國安的問題 我們來台灣人去 人家都沒有煩惱他 我們要煩惱他 你陸配 到底多少人來接 你台灣連接的人 你就關不到了 你為什麼 我報告部長 我用報告喔 我很謙卑喔 不敢 那個陸配以前大陸窮的時候 嫁過來還預先 但是我跟 部長報告 大陸的女孩 現在不喜歡 嫁來台灣 嫁來台灣 沒有他想像好 現在的改變是 台灣人到那邊去認識 大陸覺得不錯 帶過來的陸配 自由戀愛的比較多 你怕他當悔蝶 他老公也是當悔蝶了 所以這個你們的歧視非常嚴重啊 這個有什麼好爭的 還算你們要反攻大陸了 國民黨反攻大陸 不曾宣派民進黨 要反攻大陸了 委員這不是我的歧視 我不是 那個 兩岸 對啦 陸委會 好啦 我知道啦 我挑戰嘛 不然你怎麼挑我講話 好 反其事法 這個是在裡面的一種 所以你不能這樣 那邊說 那個反之前 那個 那個 黃氏就有安全 我跟你講 中招的狂熱我碰過 我早期在中東經營生育幾十年了 他每天拜阿拉的時候 五次這邊一定變黑黑了 像 那個台灣民政府 不要去欠負他 那是很早太人 真的 人人共識之 你們還講單一的事件 是不是你們的父誰主持 碰到要台灣國的時候 你們就覺得對 不然台灣分成三個國家 一個日本國 一個美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希望你們說台灣國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你們怎麼下去 但是這個事情 你真的要好 這處理 好 沒有關係 給我一下 你們當家的只有稱讚他 有什麼好聽的 像我這樣講才好聽 所以這樣會被斑滿變成 伊斯蘭國 我經常跟你講 我沒有 但是我每天服務 我知道那百姓的心態 這個解不解 台灣的動亂會再開始 你們新的城市 哪是新的破例 我一直講過 你們要謙卑 要謙卑 去請聽 不可以像這樣 求我們人所找 我們趙委這樣 來幫我們修理 有啊 莊委員是 台大律師出身的 岸崇壯他 他每次講話比較合理一下 這樣你開心嗎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齁 接下來我們請陳怡婕委員 主席有請葉部長 主席有請葉部長 為什麼我這樣問 待會兒是有理由 所以我想聽部長的真心話 我有跟趙薇請假 昨天就跟趙薇請假 因為今天是警察節 警察節我們表揚27位模範警察 我知道你去表揚嘛 家屬都有到 但是我剛剛聽下 我只覺得說 既然是這麼的重視這個警察啦 那好像上次這個 撤告的這個事件之後 好像你只是拿加菜金來安慰警察 或者是譬如說 你用視訊的這個方式 來鼓勵高階警官 我覺得這是不是真心的喔 去跟警察致意 或者表揚或鼓勵 是不是應該更有實質的作為喔 不要好像剛好今天早上這樣子 人家在國民兩黨 在演皇太后對王子的聖犯 大家在大亂 你又閉起來這樣 這樣感覺就像規避喔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喔 因為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呢 陸委會主委張曉月 他本來是表態說 陸配跟外配領取身份證的條件 跟時間要一樣 對吧 這個你清楚嗎 這不是我的業務 不是啦 但是跟你有相關啊 你要了解啊 不是因為不是你的業務喔 但是呢 昨天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說 民進黨立委強大壓力 跟總統府的關心下 已經改口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部長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這不是我的業務 不是啊 我現在問你的態度是什麼啊 就是說 現在譬如說 尤其陸配身份證取得 身份證的年資 其實跟外配我們知道是不一樣 譬如說越南可能三年 那很多外界認為 包括陸配認為 他們本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那當然我們很開心 今天早上喔 國民兩黨可能就是選擇 就是擇其再審 其實親民黨也非常的樂觀的 也樂觀其成啦 那也是希望就是六年能夠縮短四年 那為什麼今天 昨天張曉月本來是說 他認為要認同啊 一致啊 陸配跟外配本來就應該一致 可是卻在民進黨黨團的關心下 或總統府的關心下下改口了 那我現在不是要問你怎麼 就是說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認為呢 我的態度就是針對 內政部的業務 我一定是誠實回答 而且是非常認真的回答 那你覺得 你知不知是就是說 他應該要從六年縮短年限到四年 這就是你的業務啦 這不是我的業務 不是你的業務 我要說你的態度嘛 因為這是有關的嘛 我非常重視尊重委員會 因為今天是反歧視法 今天我來 是針對反族群歧視法草案 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啊 因為部長 因為我們看來 如果外配跟陸配的是不一致的 其實我們看過來 其實這有點是針對陸配 那你今天是反歧視法 其實外在的人看起來 這其實就是一種歧視啊 所以我現在在問你的態度啊 不是你的業務 但是這是你的態度 因為我們今天省的是反歧視法嘛 那外界這樣看 就覺得就是不一致的 就是有歧視的行為嘛 所以我想聽聽看 部長您的態度啊 這個業務太專業了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這不是我的業務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 部長我覺得要 有這個肩膀去承擔 今天做到內政部長 一個最大的部會的一個部長 要有相對拿出你的態度出來 你的肩膀出來 不能說這不是你的業務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就是反歧視法 我剛剛也說明了 外界看來這就是一種歧視的作為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公開場合 可以讓你去 針對你就是反歧視啊 那你為什麼不敢表態 要說這不是你的業務 我覺得這對你的回答 其實我相對的失望喔 因為這就我提的 但就覺得很失望跟遺憾啊 因為現在看來 如果未來可能掌握反歧視法的 譬如說它總是內政 內政部的業務了嘛 對不對 反歧視法 你不會跟我說這不是你的業務吧 我剛才已經有特別提到 特別提到 我們如果去推動 族群平等 或者是種族平等 或者是反歧視法這些 那牽涉到非常多議題 從衛生 勞動 健康 各方面都有 今天是因為 內政委員會 希望本部來列席報告 那並不表示這樣子的業務 就等於是內政部的業務 這一個業務如果要推動 事實上要用更寬廣的角度去示範 對 有可能你到時候還會講 會有難民法什麼等等的 但是這就是我不斷的在強調的嘛 因為反歧視法它的under 就在內政部 那本身現在目前這個路配 它是一個其中的一個案例 其實大家已經認為有一個歧視的 一個態度存在了嘛 那現在看來新政府並沒有 沒有要提也不認為好像應該提嘛 所以我才會問你的態度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關聯性啊 那接下來就是說 既然反歧視法的部分跟轉型正義 我也想問看 那部長你覺得這兩者有沒有關係 轉型正義有它一定的定義 Transitional Justice這樣的觀念 有它一定的定義 那我想那個定義的基礎之下 基礎之下 跟我們今天所講的 國際公約裡面去談的 要去消除一切 種族歧視的這個面向 那它是有不同的方向在處理 那每個都背後都有一定的公約 有一定的法規範在支持 那今天我們所討論的這個是 就是為了回應 回應這些族群種族的平等 這樣所做的這些 對 那部長你講對了嘛 就是要回應種族 對不對 族群它的平等嘛 那現在就是我從剛開始質詢你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所作水 雖然它不是你的業務範圍 但是目前看來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反歧視法 但是我們目前的行為 看起來或者整個新政府的態度 譬如說沒有在提反歧視法的案子也好 推動也好 或者是譬如說 部長你的態度覺得 這都不是你的業務也好 但是在外在看來 就認為 你們現在譬如說 陸配跟外配 它的年限不一致 或者準備的資料 可能也不見得限制 也不見得一致 很多人看起來 這就是一種歧視的作為嘛 所以我從前面 從反歧視法問你說 陸配外配也好 一直到轉型正義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就希望 部長你都夠表明 你的態度到底是 你懂我 因為反歧視法之後 他會在內政部下面去處理嘛 那到最後 如果你的態度是有決心 而且是正面的 其實你不用拿這些法令來推託啊 你可以很清楚很明顯去表態 你的立場 我指的是這個部分 所以是請部長可以回答一下 這個案子並不是本部提出啦 我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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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配合委員會的邀請 那我看你這樣子的態度 我來做這樣子的報告 我都轉彎了 這就是我剛剛所提到 譬如說 陸配身份證的年限 是不是 我們要繼續的歧視下去 那榮民、陸配 會不會都會背負 未來有可能是 因為 不論是陸配也好 榮民也好 其實他都是整個一個族群 或多元文化裡面的其中的一個案例嘛 或者是 類別 那 未來這樣 他們會不會像這樣的族群 會背負原罪 不斷的像 被 這麼不尊重他人 像洪秀珠這樣的人 繼續霸凌、歧視、汙辱 那 這時候內政部是不是應該站出來說個話 或者是 實際上應該去推動一個什麼樣更實質的法令的作為 立法的作為 而去反歧視 我已經對 洪秀珠女士的言行 表達過 予以譴責 而且認為這樣 撕裂族群 破壞 族群和諧 進一步的 激化 激化社會分裂 這樣子的行為是不當的 我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要你的 表態嘛 的態度嘛 你不能說這不是你的業務也好 或者是這樣子是一個 我們可以再用其他案子再來討論 其實我覺得轉型正義的人 因為這個台灣是一個很多元的一個國家嘛 文化族群是很 你不能再去同樣再去製造這個對立的部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內政部應該既然未來反歧視法是在 安德在你們的部下面 那你的態度應該要很鮮明嘛 因為我們目前其實看不出來 你們有新政府有什麼樣的推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想要真的所謂做 轉型正義的一個轉型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接下來就是還有那個民政府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台灣民政府就是 真的要維護就是 真的 你不能說這不是 就是好像這是你沒辦法管 所以未來30秒 對 紅樹豬 對 紅樹豬 我是來回覆一下 對 紅樹豬 對 我講紅樹豬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跟那個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說更正一下 真的真的 我們更正一下 紅樹豬啦 不是 紅袖豬 對 蛤 沒關係 30秒你趕快講 對 對 沒關係啦 我的意思是說 包括就是民政府的部分等等這些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另外一個 比較關心的話題 就是說 我們當然就是說 它有它絕對的自由 但是當它違反到社會秩序的時候 其實我們認為說你們是不是去 應該去限定 或者去立一個真正的法 可以去控管 不要再危害所謂的社會秩序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也是就是我們親民黨 針對台灣民政府的一個立場 我們幾個相關部位都對 對 紅樹豬女士 以及背後 台灣 民政府的這個事情都非常關心 不是 但是 關心是口頭上的關心嗎 就是我們希望你能做的是 拿去具體的作為 譬如說去立法也好 因為 反歧視法其實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你們有想推動的一個動機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關心打一動也要共 那到底你做了什麼啊 好 時間到 謝謝 我剛才已經做了很多報告了 都在裡面 謝謝 那都是空的 好 接下來我們請鄭天才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還有王副主委 來 請部長跟副主委 請部長 部長你在你的報告中啊 對於是不是要定這個 反這個族群歧視法 你是有一個 認為可能不要定 你這樣是一個 你就 立法而言 要不要立法而言 你要從被歧視的人 最會被歧視的這個民族 來去看這件事情 我們先看幾個 那個言明會的王副主委 一起看 這個在2月17號啊 這個是言明會的一個新聞稿 那是因為發生了這個 大偉辱曼的這個案子 所以發了一個新聞稿 在下一頁 言明會當時的新聞稿裡面 特別提到 內政部是族群平等 反歧視事務的中央主管機關 該會 就是言明會 將持續協調該部 演繹推動反歧視 這樣的一個法 接下來 這個言明會 也提了希望 未來的希望 一個進一步的一個 積極的作為的做法 下一張 另外在2月26號 言明會的這個新聞稿 那說是因為實踐大寫 有這樣的一個 對於原住民族啊 有野人 嚴死人 這樣的一個名稱的一個 介紹給這些 日本的一個學生 嚴明會做了道歉 也要求這個 相關的這些 那個實踐大寫 要道歉 要更正 嚴明會 他也特別提到 要再立法 要立法 下一張 下一張 這個文化部部長 鄭立軍 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向原住民族道歉 下一張 嚴明會做了什麼 以前都有發新聞稿啊 這次不發新聞稿 下一個 藍椅的飛機 藍椅的飛機 台灣水上摩托車協會 衝撞了我們原住民 藍椅的 海濟的一個 一個期間啊 飛椅都不見了 而且還可出 成員還可出 土翻啊 文盲 這樣的一個言辭 好 下一張 嚴明會一樣 什麼都沒有做 好 下一張 鄭天才 不是只有道歉 政府應該要有積極的作業 我5月27號 開了招舉相關的部會 開學調會 下一張 也做了會議結論 下一張 什麼是歧視 這是教育部 重編國議辭典裡面 歧視是什麼 以不公平的態度相待 就是歧視 下一張 你看勞動基準法 事情細則 端午節我們剛放過 對不對 有在裡面嗎 部長 這個是不是漢族的節日 中秋節 是不是啊 有沒有原住民主歲時計 沒有 這個還是你紀念日 節日實施辦法是你的 你是主管機關的 沒有 好 下一張 台灣鐵路局 為了端午節 為了中秋節 有所謂的加班車 鐵路局他自己辦 他自己辦 訂票 售票都自己辦 下一張 你看 你看 交通部長 針對中秋節 還要擴大辦你 好 下一張 都是鐵路局自己辦 我在交通委員會隔壁 多次講 漢族的端午節 端午節 中秋節 鐵路局 加班車都自己辦 訂票 售票 但是原住民主要 那是原住民主的 推給 嚴明會 這個就是 以不公平的態度來相待 下一張 所以 今天談這個 反族群歧視法 你內政部 你是 你是閩南還是什麼 請問部長 你是閩南還是客家還是什麼 我應該是閩南 對 閩南當然不會被歧視 被歧視 我們都不應該歧視任何 對 所以我說 你要從 被歧視的 民族來去問 要不要立法 而不是你自己去決定 要不要立法 嚴明會 幾次的新聞稿 都說要立法 今天的報告 嚴明會的報告 也是希望我們立法 部長 要不要立法 我剛才已經在 我剛才已經在這個 報告裡面提到 我今天讓你知道 我們是被歧視的 我們是被不公平相待的 你認為你要不要改變你的想法 有關哪一方面 就是要不要立法 因為你對這個 要不要立法 你是認為不需要的 整個報告裡面的 我非常認同委員的提案 那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下 大家來思考來討論 那只是我特別提醒到 以我們的理解 相當多的 相當多的法律 那個部長 那包括了 原住民 民族工作權益保障法 這些都是在回應 我都非常清楚 就是不足 就是不足嘛 就是不足 所以 才會才要立法 你說五路 你多少案例五路罪 比如說它是五路 一個民族的時候 誰去提告啊 對不對 現在沒有一個 因為我們的國家還沒有 讓我們成為一個 原住民族的一個團體啊 誰代表這個原住民族 很多的一個法的一個立法 還沒有完成 所以 這個也是遙遙無奇的 目前這些 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你說 這個還有其別的法 別的法就沒有辦法應用啊 用不到啊 你這邊還提到什麼 如果有禁核的時候 要怎麼樣 這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的莊律師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對不對 你訂了這個法 當然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進核 進核本來就有法律的一個 處理的模式嘛 所以這個 要很慎重了 那個王副主委 你的意見呢 主席還有委員 那剛剛我認真聽了 就是我們其實 有發一些新聞稿 可是可能 網上我都看了沒有 我還問了沒有 那我都贊同 重點不在那個新聞稿 重點是怎麼法 怎麼能夠趕快推動 我是贊同這個 這個立法 所以我們這個報告就是 其實都是朝向支持的這個方案 那個王副主委 你從學界出來 是 而且你過去對這方面 也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就要負責把需要強化的條文寫出來 提出 修正的意見 可以嗎 可以 就麻煩 也請部長 能夠在慎重的 能夠支持 以上 謝謝 主席還有我們本會各位通仁、還有我們裂習的官員 我請我們內政部的院部長 委員會有來 還有原住民委會也來了 委員會也有來 再問一下 主席 部長 我要這樣一直給我們聽 其實我有一個感觸 從各個民族裡面的一個保障 到你把它覺得它不足 然後覺得說應該再來立法來反歧視 概念不太一樣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委員會提出 這樣的一個立法的一個主張 有反族群的一個歧視法 這個利益都良善了 可是本席有一個不懂的地方就是說 整個草案裡面 不曉得部長你沒有去看到 你沒有牽扯到 受教權 這是怎麼說你的 勞動檢查 是怎麼說你內政部的 你說媒體的傳播禁用 跟你內政部八竿子其實又沾不上邊了 所以你在答覆其他委員的詢問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蠻為難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本會在制定這樣的一部法令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去跟全世界各個國家來做一個比較 如果說先進的國家 他的一個立法 全部都 哪一個國家 日本 哪一部的一個 反族群的一個歧視 美國 英國 德國 人都說有 只有我們沒有 這樣我們叫做 那你就沒辦法說 部長你走他美國他特朴書回來 在台台的教授 教授 讓人家說 法制全部都不完備 那你幹了部長以後 怎麼沒有去 好好的把 法制面的一個 把它完善 來做一個努力 看起來好像不是啊 看起來好像不是啊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這部的一個法令 是不是有必要來 立一個專法 憲法的規定大家也都知道 每次都開宗民意就去跟你講 中華民國各民族的威力平等 好像講的是說 我們那個憲法都掛在那個地方 好看而已 講的好像是國內各個民族 有哪一個民族是特別受到歧視的 其實未必啊 我們剛的天才委員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很深的一個感觸啊 我們對原住民的朋友 這幾年因為我們的原民會 或者說 原住民的一些委員 跟其他很多的一個團體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地位也一直在做提升啊 那這個都是好好事情 可是我想請教部長 男女 宗教 種族 階級 黨派 你法律上余力都要平等啊 所以是不是我們真的 特別 特別的 去虧待哪一個族群 這個哦 怎麼過去八年我都沒有聽到 趁早民在日本人在講 還有其他委員在講 政黨倫體之後 那怎麼變成 這二十幾天而已 好像民主金部長特別去 破壞其他的族群 那胡說八道 那挑起這個種族的對立 族群的對立這不對 不要這樣看 這不是這是笑容 這沒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說啊 利益良善啊 但是土法不足以置行啊 我們立法院議事規則 民國三十七年 我們知道也是會 每一個人的看法都會不一樣啊 所以你說定了一個法令 又真的能夠怎麼樣嗎 反而我倒是啊 對最近社會在注重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 那個 袁明慧跟那個柯委請回 不定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台灣民政府這個哦 確實也必須要去特別注重 但是不像那個 剛剛委員那個講的 誰在說什麼的 什麼獨派 什麼民進黨的外圍組織 聽陳超明的胡說八道 台灣民政府啊 嚴格講他算統派 有的要跟美國統 中政府啊 有的要跟日本統 有沒有詐騙 在內政委員會就多少 立法委員曾經去質疑過 怎麼會沒有 但是我們又覺得怪的就是說 怎麼 在我們這個高度的 自由 民主的一個國家 集會結社 他有自由 但問題是 你如果說去發行什麼新聞情 火焦 跟 車牌號碼 我告訴我 這個要表態 這個不是 不是一個 小事情 我們已經在 第一時間 跟大家講這些 身份證什麼 都是無效的 而且從外觀上看 也根本就不是 現有我們 有效身份證的去 辯造或仿造 那根本就是另外一種版本 所以呢 當然是 無效 所以 基本上這個 就是無效的 無效的 身份證 瓜號 所以 根本就沒有身份證的 辯造或仿造的問題 我可以懂你的意思啦 他這個也不像貨幣啊 所以有一個專屬的一個 煩發的一個單位啊 你意思 怎麼說他在辦公司機器而已 但是你不要動作他在辦公司機器 很多人相信 我的選區訪聊就有這個東西 他確實跟你講 他那個東西是有一定的一個公信力喔 所以 我看警政署 警政署今天沒有人來啦 剛才沒有人 警政署有人來 沒有 剛才部長你的家部 我來要請教你 你說 你像那個 內政部警政署那個165專線那個 那個反詐騙的 我看那個民眾去講說 去跟他查詢 那確實我們的 也是跟人家講說 沒有構成詐騙 因為台灣民政府有提供產品 比如說 入會費啊 兩萬啊 身分證一千五啊 護照五千啊 一個車牌六千啊 還有課程跟住宿啊 他說 這是只是比較貴的學費跟產品費而已 我看這個 這個講法 如果是從 內政部警政署這樣出去的話 這個可能 這個講法可以成立嗎 我覺得不合理耶 補長你的感覺 有一些是確實是個案的認定 我們就有 我們就有 尤其是有沒有牽涉到詐欺 像這個確實是要由司法機關來認定 但是我們都鼓勵 如果有任何覺得自己有受害 那這個就本來可以循既有的法律途徑去主張嘛 那確實是有些有在那樣子的可能性之內 我們要保障可能的受害人 他當然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權力保障在啊 所以我們對這個 我們基本上要用一個在現行法律機制的狀況之下去面對它 所以因為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啦 一切還是依照法律的制度來走 柏定我倒不是因為說 洪樹豬他去有台灣民政府這樣的一個身份 他的發言 產生社會上很大的一個激盪 刻別來談這個問題 而是這個問題其實早就真的就存在 對那存在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存在有一段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也不斷的有一些 大家認為是有涉及到詐騙的 這一些具體的一個情勢出來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站在執法機關的立場 站在警政署或站在內政部 監督的一個立場 這個不應該是讓人家感覺說 哪有詐騙 哪有依法來辦理 我覺得態度可能 這樣子的態度 強度可能不夠 你要再考慮看看 因為內政部對一些具體的犯罪行為 我們覺得按現行的法律來 我們就是要這樣 就是現行的法律 站在現行的法律基礎上 來談這樣子的個案 那確實在這個基礎之上 才是合乎我們現在 處理任何類似這類事情的基調 本習之所以會這樣講 就是 就是 我身為民主政務黨的國會議員 我如果一聽到 像現在在上面那些 眼睛在加議員 在加說什麼民進黨外衛組織 那我就很想要加差 你知道嗎 那不對嘛 連 台灣國民黨的國會議員 他都膽敢去指控 說什麼台灣民政府是 民主進步黨的附水組織 這說出來之後 民眾 你沒有適度的一個澄清的話 對任何政黨都是一個傷害 我如果去香港去國民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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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去香港去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他們也會生氣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政府的態度啊 如果說針對這個團體 他真的是 層出不窮的詐騙行為啊 我覺得 適度的去做一個表明 或者說 要去請我們民眾去提醒 針對這樣一個組織的一個行為 去跟他講說 那是不對的 那是有涉及到金錢的話 有詐騙的嫌疑 反而要去做一個宣傳 提醒民眾不要隨便受騙 那是應該要做的 本來就應該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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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對於中委員的說法 他是常常講我老朋友 在這邊叫我老大 上面叫我老人家 這就是歧視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永遠都是在大街上罵人 小喪子言和 沒有關係彼此消遣一下 這個就不歧視了 第二個 花園的時候 前面花園比較出虧 後面花園就容易修理 所以今天 我又被你們陷害了 所以我不敢講 我講出來了 你們後面整個修理 以後你就登記第一名 蛤 不是 我是第一個發言 蛤 開會的時候 大家高興 會真正對於 聽到 說很慎重 不要帶著陸師 現在我們請 楊祝偉 這主席在說的 都可以 我跟你說 你們台也這樣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們請 葉部長 楊美好 部長好 我們 心平氣和的來講 我覺得你們也是很可憐 這一個 我們 蔡總統說 這個內閣是 最會溝通的內閣 但是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可憐 每個部長整天被要求要改口封口 你看現在已經有多少部長要改口封口了 好像也發生過在你身上 那最近的一次就是那個陸委會我們張主委 才剛剛講完說支持陸配六改四 然後 一下子又改口了 那我想沒有關係 這個溝通 除了對外還有對內 你們自己對內也要溝通好 這個對整體施政也是有幫助 只是覺得說你們也是 很可憐 我想是這樣 委員多支持 委員多支持 支持是一定支持 但是你們自己也要溝通好做好 那施政方向要對 對啊 剛才我們是說土法不足以置信 這句是對的 但是沒有法是萬萬不行 如果法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也要把它來補正嘛 對不對 也不是說 就像你剛才講的一直在現有的法規下 現有的法規下 那如果現有的法規不足 我們就要來檢討啊 對不對 那 我想是這樣 最近台灣社會為了一個紅樹豬 弄的是沸沸揚揚 而且 輿論全部都在討論 那 也因為紅樹豬 而導致說 這一個 極端的這個 反政府的這一個 台灣民政府 一夕爆紅 好像是全台灣最有知名度的一個團體 我想 本席在這邊 就沒有要再多說 紅樹豬跟這個民政府 我只是想要去聊 我待會要談的其實是更偏重在 我們台灣這個社會的角落 還存在有多少人 是存在這樣的一個心態 還存在這樣的一個極端的心態 還有多少人對國家的認同 是產生問題的 還有多少的族群是被撕裂的 我想 就像你剛才所講的 他現在目前所做的 我看你之前在媒體也好 在委員會上面的答詢都是說 因為他沒有正式的去登記 所以無法可管 除非有詐欺有什麼 我沒有 我不是說無法可管 我們有很多法 在現行的基礎之下 但是要按照現行的法律程序來 好 沒有問題 這些我都讓你說明的更清楚一點 這都沒有問題 我想 但是不管是誰 每一個人都有他 在人性上 道德上各方面的一條紅線 我想最近的這些事件 非常明顯的已經逾越了這些紅線了 已經逾越了這些紅線 那 所以我想 這些部分呢 在各個適用的法令上 就由各個相關的部門去做應有的處置 這個是現行的這個部分 那不足的我們再來檢討 那本席還是一樣要表達一下 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 我們這個政府說到做到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一方面要和解 要融合 要讓這個社會往前走 一方面我們卻在路配的事情上 還是充滿這個歧視 或者是 這個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本席在這邊就提一下 主要本席是要說一下 早上那個部長 整個委員會都在等您 您是去參加什麼活動 今天是警察節 警察節 那我們今天表揚了 27位全國模範警察 沒有問題 他們在毒品防治 或者是 組織犯罪的防治上 都立下汗馬功勞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是去表揚他們的這樣的功勞 本席沒有要去說 你離開多久 我只是比較遺憾的 在警察節的今天 我要來跟你談一個警察的問題 也是跟我們今天這個歧視有關 其實很多委員同仁 或者是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同仁 也都知道 本席是非常支持警政業務的 本席也一直主張 我們要給警察同仁應有的尊嚴 那大部分的警察 我認為都是非常盡責也非常好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最近鬧得很兇的這個台灣民政府 我們有一個警員也參加了 這是你曉得嗎 可能參加的人 確實是很多元 那裡面也提到相當多 好幾萬對不對 所以這個 那如果好幾萬 如果像你所說的參加了好幾萬 你就不能等閒失職了 那參加的有好幾萬也很多元 但是警察是國家的執法部門 他手上是合法的配有槍械 那本席要告訴你 來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好了 來 這一個是一個限職的警員 在FB留言支持紅樹豬 我有點給你聽他的留言 他說這些農民們 他們的權力未來會被消滅 並打回難民的原型 端視態度如何 在予以有限制的新權益 哇你看這個態度 這不算是民政府要推翻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政府之後 再來審視他們犯後態度 再來考慮給予他們什麼態度 來我們看第二張 這個是現在找不到了 這是我們之前找到的這個畫面 他現在已經把臉書關閉了 從這個畫面裡面 其實很清楚知道 他是限職的警員 昨天也有平面媒體在 昨天的凌晨也登出來了 他是蘇澳分局的啦 蘇澳分局的警員 那這個他的身分是毋庸置疑啦 那本席要跟你說的是什麼 本席要跟你說的是 第一個 他這樣一個極端的言論 如果說是在公務界 因為公務界 在公務部門 他涉及到國家的公權力 也涉及到很多 我們老百姓的這些 各方面的權益 所以如果在公務部門 還擁有這種 還是存在這種心態的話 這樣子對百姓的傷害可能會更大 可能會更大 所以本席也會提一個修正 就是說在審相關條文的時候 如果是在公務部門裡面 存在或出現這種歧視性的言論 或行為的時候 應該是要加重他的罰則 不曉得部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啦 那在現行的制度之下 確實不管任何人都不能夠違法 所以我們看任何人的行為 還是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今天是警察節 今天是警察節 我是真的對我們的警察 非常非常的支持 所以也許 所以 我打斷你一下 當然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自律的一面 但是我現在要強調的是 他是國家的執法部門 我們之前曾經發生過一個案例 其實本席不客氣的講 這個就叫做什麼 警察版的郭冠英 警察版的郭冠英 你聽有意思嗎 之前我們有一位公務人員 因為發 用在網路上發表了一些歧視性的言論 就是郭冠英 那他呢遭到了全面的追殺 然後輿論的踏罰 甚至連退休金都沒有了 連退休金都沒有了 那他有做出什麼實際危害社會的動作嗎 沒有嘛 就是發表了這些歧視性的言論嘛 郭冠英的事情 大家說 要全面的聲討他 結果等到現在 換你來講的 你說每個人都要為他言行負責 標準差太多了 本席是要提醒你 做任何事情 要有一致性的處理方式 不能說 郭冠英講的是跟你們立場不一樣 就全民追殺 這一個講的 好像你們比較無關緊要 就每個人都要要求自律 我覺得這樣態度是不對的啦 再來本席要告訴你一件事 我們看第三張畫面 最嚴重的是什麼啊 國家執法部門的人 參加了這一個 目前還宣稱是屬於日本政府管轄 美國代管 要推翻中華民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黑熊部隊啊 而且你仔細看喔 他還參加他們的點招喔 還參加他們的點招喔 參加點招我相信有當國兵的都知道喔 那就不是 不是宣稱的說什麼 只是加入網路會員的喔 參加他們部隊的點招喔 或許你會講 這是他們的一種儀式 或他們的一種什麼啊 但是你試想啊 他白天效忠中華民國政府當警察啊 晚上效忠台灣民政府啊 有一天你內政部要求去取締這個組織的時候 他的槍是朝著誰啊 你們都覺得說這個無關緊要嗎 還是像你講的他有自律嗎 還是像你講的每個人都要為他的行為負責嗎 你真的這麼innocent的覺得人性本善喔 都不會有這種極端的案例喔 你現在還是持這個觀點嗎 我是很相信人性的 從這個案例來講咧 你還是覺得說 他講歸講等到 至於任何 我們任何的 我們任何的同仁 是不是有任何 那 違反他們辭物的那樣的行為 我已經只要提出來 我們都要檢討 我們都要了解 我必須要跟你講喔 我必須要跟你講啊 部長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幾個重點 不是要去針對警察部門說什麼話 我是要告訴你 這個社會還有多少角落 存在著這個充滿歧視性的言論 這個社會還有多少人 存在著這種充滿歧視性的心態 這個社會還有多少人 對國家的認同是分裂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根本所在啊 那這個執法機關啊 他參加這個黑熊部隊 你不可以等閒四肢啊 他手上有槍啊 他手上有執法槍械啊 合法持有啊 你絕對不能再像你一派輕鬆的講說 任由他們自律 任由他們幹嘛 任由他們幹嘛 尊重他們人性本善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我已經講過 如果有任何 任何 要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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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了解 部長 所以但是 我跟委員 部長我現在跟你講最後一點了齁 本席已經重複兩次了就是說 我今天要講的不是個案 我是要去提醒你這個社會的現狀 最後我也要求啊 我們要全面的清查 在政府的系統內 在政府的部門內 還存在著多少像這樣的一個行為跟心態 這個是我們政府運作的隱憂 也是社會的隱患 這才是我們關切的重點好不好 同時也提醒 在做任何處置的時候 不要有兩套標準 不要讓警察版的郭冠英 跟郭冠英 你們的處理方式完全不同 謝謝 委員今天是警察節 我們真的是今天花很多的力氣 部長 我告訴你喔 部長 我告訴你 我從頭到尾好好跟你講喔 我今天一直跟你強調 我不是講警察部門什麼事 也不是在跟你針對個案在討論 有任何違反的我都未了解 部長 部長 我從頭到尾在跟你講的是 強調很多次 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普遍問題 你一直給我導向 我在針對警察節 針對警察部門打擊他們士氣 我覺得部長你這樣做很不厚道喔 不要做這樣子的打尋 部長 虛心受教啦 我今天已經很客氣的一直在跟你講了嘛 我們針對的是社會現象嘛 對不對 我也跟你說我支持警察了嘛 你講三句就兩句說今天警察節不要打擊他們 你要幹嘛 告訴大家我打擊警察是不是 謝謝委員 那個部長 其實他講的很重魂啦 當然我當主席也不能評論啦 人都是好的世界都會好啦 你從 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亞 性本善到說越亂才會造成這樣 那我剛剛要談的也是這個論點 社會這種角落的人太多了 真的是台灣存在很大一個 這個主群的一個危機存在 其次 那現在啊 我們到 習請委委委員的時候我們就休息啦 吃便當 現在請黃昭順委員發言 反正比較輕鬆啦 但是問題問的比較嚴肅一點 那主席我想請部長跟那個陸委會的處長 那在還沒有開始執行以前我想我還是要再講一段話 我想對於禮拜一在我們委員會當中 1點58分 被民進黨 用多數暴力的方式提出上會動議 雖然今天我們兩黨有做過協商 我們願意在一個意識和諧的下面去做所有的意識的處理 這不表示我們會退縮 從以前到現在 我今天要強行過關還是強行過關 但是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做法 包括以前的主席陳其邁等等 甚至有20秒就偷渡局會遊行化 所以我想我不希望未來的狀況 我們還會用國會霸凌的方式在我們委會開會 這是我在執行之前 我想我必須要說的 那針對今天是警察節 剛才我們楊偉也提到 不管紅樹豬的事件發生了以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引起非常多的紛爭 也不管郭冠英 這個警察版的郭冠英 或者是我們現在 我看到前幾天高雄下的雨非常的大 部長 你們把太陽化的事件撤案 警察的案子還在 然後紅樹豬的事情發生 派了這麼多的警察 連夜在那邊看守 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警察很辛苦 不是你們很辛苦 你們應該要再派人在那裡嗎 保護那個 保護那個 歧視我們大家的人 他保護的並不是單純 某一個人 而是整個公共的安全 民眾的安全 任何一個警察今天在執勤 那你告訴我 你那個紅樹豬的家 你們要在那裡巡邏多久 連夜喔 以下的這麼大 然後24小時在那邊守候 你們還要派多久 委員這個非常個案 是不是 不是個案 我今天提出來 就是要 有沒有人在這裡 你去請 沒關係 你待會再給我回答 好 我今天是提醒你部長 太陽花你們說是個案 說是政治考量 這個案子你們又說是個案 我想今天是警察局 我自己是警察子女出身的 我在警察宿舍出身的 所以我對於我們警察 受到這樣的待遇 我在這裡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你剛才在答覆陳一傑委員 所講的 你說兩岸關係條例那些外配 其實今天陸委會的做法 這就是一個歧視條款 張小葉主委 在立法院打行完 然後晚上就像你那些小聲 你講那個蔥之鳥是 焦不是島 焦啦焦不是島 這個不能亂講 這講錯就很麻煩 隔兩天你就被打臉 所以你就說這個議題不流行 其實這個議題 不是流行不流行的問題 這個議題是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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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語 跟我們在公海 我們應該有的權益 這是一個部會首長 在這裡必須要主張的 當然我知道你碰到困難 張小葉的事件 雖然你說陸委會的事情 剛剛你說陸委會 不是你的職權 那一種 然後 你也要注意到 如果要去做 你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我們要去做 這個議題 從張小燕的事件來講 就是早上在立法院說 外配跟陸配要平等對半 結果民進黨的立委說 張小燕話講得太快 你有什麼看法 這是你的業務喔 委員你如果有對陸委會的 請你請陸委會的人來回答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要請你回答 因為我知道你打到中心 對不對 你怕又被修理 按照大陸地區 人民在台灣地區 依親機流 長期機流 或者定機許可的辦法 你是主管機關 那麼他們要六改四 或者是你們又要重演審查 這個在你來講 這是你的業務耶 委員我所了解的是 我們在審查的是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 但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後 他們居留等等依親 這些辦法是你內政部 有任何 昨天討論的問題 後續的 後續有任何各部會必須先接的 好 沒關係 但是你們討論的問題 部長我現在請問你 按照我們這個辦法來講 你認為張小葉昨天 在立法院的談 所回答的答詢 是對的呢 還是要糾正的 我沒有意見 你沒有評論 不敢 不敢評論 怕被K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沒有 你自己有你的意見嘛 按照你這個辦法來講 你應該有意見 這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授權的 對 是你們授權的 所以因為你們授權 就授權給你們 所以基留跟長期基留 是屬於你的業務啊 那你對基留 多久他們可以拿到身份證 請你表示意見 委員我想要你非常清楚 這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必屬住你的問題 授權給你的 如果沒有授權我去決定 到底是要居留多少年嗎 我想這很清楚的事實嗎 部長 我知道你不敢說 這個跟上一次的 沖之鳥交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跟沖之鳥倒的同樣的意思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我想張小葉昨天被 民進黨立委害K 那我不要陷害你 因為我知道 你在這裡再打完 你回去又會被喊K 那我想請 因為陸委會的副主委還沒到 我想 我待會再來問陸委會的主委 我還是要請教你 因為你從你整個的報告 說反歧視法裡面 你就是不支持反歧視法嘛 對不對 你的報告裡面 我沒有不支持 你到今天為止 我非常肯定 而且非常認同 所以待會兒 如果我們進入 但是在討論的時候 進入主條的時候 因為你們沒有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要把現在我們所了解的 很負責任把了解 現在法律的狀況 跟大院報告 我把你選擇 那我選擇 你就是那個 你做的 你去做 你做的 你做的 請你的幕僚 就現在這個部分 來做 許多文字上的意見出來 可以嗎 部長 我們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配合表示意見 因為這是 我請你們先準備 因為我希望先把它準備起來 你們可以請 民進黨的立委 做修正提案進來 我們都會一併討論 而且這個是牽涉到相當多部隊 第二個 我想 所以每一個部會 我都請他們來 都請他們來 第二個 在全世界的國家裡面 現在反歧視法的國家 你的報告裡面只有幾個 但是事實上不僅止如此 當然政天才委員剛剛講的 就是說 原住民被欺負的蠻多的 他們是從這個觀點去做 所以這個部分 什麼大尾樓門 那個總統府前面的表演 部長在那邊道歉等等 事實上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國度裡面 發生歧視的案件 不僅止如此 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 是2010年在我們高雄的國中 當時就有一個國中的老師 對新著名的孩子說 你滾回去印尼當野蠻人 這不是歧視 什麼才叫歧視 部長你同意我的講話嗎 我很多很多這一類 就是沒有守住那種相互尊重 相互欣賞那樣子的 都不值得鼓勵的 我想並不是不值得鼓勵 可以解決 我們一定要有罰則 你知道當時在美國 發生過一個案例 就是非洲人就非裔跟西裔 他們在職場上 後來他們去抗爭 去法院 他們所判的判決 你知道那個罰款有多高嗎 你知道那個罰款有多高嗎 我不知道委員 這個罰款達到數億的美金 很多這樣很多 非常高的罰則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緩歧視法的定例 一定要讓他咬了會痛 或者我們全世界 我們全台灣 要再跑出多少紅樹株 我想我們沒有人知道 而那些老農民 其實他不是只有咬老農民 連我們警察也被他們咬過 你去看那個YouTube 我今天只是沒有把它下載 所以部長 我們今天 你說 他們到今天為止 我不知道你是無法可管 還是你不想管 還是你要逃避這個責任 或者是 我們今天借這個機會 把整個事情釐清 因為我們已經討論 很久的一段時間 我們不能每一次立法院開會 就是大體討論 討論完說 好以後我們大家就不討論了 然後經過一個事情以後 我們再來一次 部長你同意我的講法嗎 我們這時要認真面對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認真檢討 而且要找出實際可以解決的方法出來 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處理 那這些都是我們面對事情的態度 我相信委員跟我也同樣的態度 我跟你的態度現在主張不太一樣 相當務實的 我的態度就是反其制法今天必須要過 而且必須要嚴格懲罰 而且必須要把這個法則定得非常的清楚 我想我們才會有一個法律 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真的達到人權平等 所以我希望部長你們不要迴避問題 我從剛才看你們的報告 我清楚的知道 你們就是不準備這個法案 等一下搞不好要找幾個民進黨委員說 好我們就這樣子結束了 就上會了 我覺得這是很不可取的一個態度 以上我希望部長能夠休息的時間 去準備條文出來 以上謝謝 部長 你可能來了不曉得 部長 其實新住民包括 葉配、印尼配、菲律賓配、大陸配 是移民使館的 這裡面應該移民使館要反映問題 表示你沒什麼積極對這個事情的看完 其實剛剛問你幾個問題都很敏感 我跟你們說一下 你們這樣推倒重來的問題也這麼大 不是啊 我們來這邊已經看了很多 我們實務在解決問題也太多了 我覺得好好珍視這個問題 來現在我們請習委員發言 主席好 我們麻煩請內政部部長 我們請問你 我們請您做好 我們請問我 但是本席想,其實針對警察這個部分,我們今天正好因為警察節,所以特別的日子總是要說一下話 所以在這裡,我們針對警察同仁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林權林院長提出了測太陽花學子的測告的部分 那我們身為警察這個機構最高的這個我們夜館的主管的機關,您這個部長 那在這裡,在今天的致詞裡面,是不是這個給警察同仁一個雪中送炭 是不是對於我們林權林院長加以譴責及踏罰的這一塊,是不是應該要為警察同仁來講講話 因為今天正好警察節,那您也遇到了我們的蔡總統,也遇到了我們的院長 院長說要測太陽花學子也測了 但是目前還有很多的警察是有官司的訴訟 在整個執行社會這個維護秩序還有公共安全的時候 已經在訴訟的階段了 那身為我們警政的大家長,我們的部長是不是有對這個部分加以詢問我們的院長 或者是譴責呢,為我們的警察同仁來發聲 今天我們是針對警察節27位來自全國各地 不管是在毒品防治,組織犯罪的真防 或者是任何保障人民安全這方面的工作 有功的警察同仁,予以最高的榮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的是透過這樣子的頒獎 我們各個警察在各地都感到相當的鼓舞振奮 那也了解到真正每年都會做 也是錦上添花,但是也是給警察同仁最大的肯定 可是在太陽花撤告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部長要帶警察同仁發聲呢 今天沒有人談到任何您所講的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不敢說啊 因為總統到了 大家都很用心的肯定警察在每一天的努力為我們的 不敢說是錦上添花的這個血紙的側告部分 造成警察同仁還有部分在法律的訴訟 以及家屬的擔憂的部分 我們身為警政機關的大家長 您有什麼看法和作為呢 是不是應該要對我們警察同仁 帶他們來發聲呢 如果您在那邊不方便說 是不是在這裡 您可以說一下,表示您的意見呢 警察同仁現在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在各個崗位上都非常的努力 在維護我們的社會安全以及公共治安的部分 我們中正義分局的分局長 還被調到屏東線去了 其實很多的冤區很多的委屈 在這裡我們的部長真的應該為警察同仁來發聲 而不是說只是頒獎而已 另外有鑒於上一次我們的北市 我們的配備的部分 我們的車子的自然的部分 所以是不是我們在對警察同仁 尤其是今天的警察街 我們雪中送炭是更應該的 所以是不是在對全國的警察的配備的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大體檢 否則在執勤的狀況之中 是不是又有因為配備的老舊 或者危急這個警察同仁執勤的時候 這個生命的 感謝委員您講到重點了 今天總統特別在致辭的時候 特別強調要對警察的人力 跟他的訓練跟他的配備這些都要強化 這其實是我們在今天警察節的時候 我們為了能夠讓我們的警察扮演 他們維護我們人民身家安全 維持和諧社會 他們這麼重責大任 我們應該表現出來的一些格局跟一些做法 那我認為委員剛才那些方向 我們都非常認同 是好 謝謝 所以在這個我們執行勤務的這個使用槍械的爭議的部分 我們都有給予法律的協助 在這裡本席今天其實因為今天是反族群歧視法的部分 所以因為也是警察局 所以本席就在這裡 再一次為我們警察的這個維護治安的警察同仁好朋友們喔 真的是需要我們這個警政署以及我們內政部多加的重視 給他們鼓勵 而是真的 真正給他們有警察的尊嚴 謝謝委員 委員的這一段話是非常好 非常感激 好 謝謝 那另外在這個我們人團法的部分 是我們這個內政部的業管嘛 那在我們這個部長您在就任的時候 您就說我目前有三大的業務是非常非常重視 而且要推動的 第一個是我們的國土計畫 第二個是我們人團法的放鬆的部分 不要管著這麼多 第三個就是紅十字會的部分 那現在今天紅十字會的部分 也在我們未還現在還僵在那裡 好 那有關於我們人團法 剛才就講到我們這個什麼民政府的這個部分 您也大力的這個加以譴責斥責的部分 那本習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對於為何法而從事非法的這些活動 這些人團 人民團體 我們內政部有什麼作為 積極的作為嘛 除了譴責以外呢 因為您現在要從原來是許可制 現在要改成報備制 這個部分 然後又不管它 然後越來越寬鬆以後 未來這些還沒有核准的 還沒有不被認同不合法的人民團體 在從事我們非法的時候 我們的內政部會有什麼作為呢 我就來跟您討論一下 人團法 既然您這麼關心人團法 人團法從過去到現在 就是威權時期 過度管制人民團體的產物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 管得太嚴 管得太細 以至於造成民間很多民間團體 都感覺我們管太多了 那不只管太多 有時候因為過去太多的 太多的這個強制要求 以至於連人民團體的名稱 也要許可 那許多團體甚至於因為名稱 因為不合過去我們政府的想法 以至於就變成呢 一直沒辦法合理的 合理的登記 因為它採取許可制 過去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民團體 都是在這樣一個機制之下 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 真實地在 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是 這一類的問題 是 所以部長您看到了這一塊 所以您要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自約這個報備制嘛 也把它放寬了 那好 那在這裡另外第三個就是 有關於我們這個紅十字會 這個部分 您認為紅十字會的部分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您對紅十字會有什麼看法 我對紅十字會有兩點看法 第一點看法 我認為紅十字會 確實是連結國際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紅十字會 它是一個國際的一個機制之下 各個國家也都有相應 那也因為如此 所以它扮演著相當多戰爭的時候對戰服的照顧 那平常 甚至於在災害 第二個想法的第二個想法 我們要重視它的功能 而且要更強化它的功能 但是也必須要改變 那在這個基礎之下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人團的話 那這樣子在我們的紅會裡面 有一個ICRC的部分 還會支持我們的紅會嗎 到時候你這個紅會變成 各個遍地開花 我現在是花蓮紅十字會 我現在是什麼太陽花紅十字會 我舉例 有這麼多的人民團體用紅十字會 這個名稱以後 你到時候不受到國際的重視 也不受到國際的認同 所以這個部分 法可以修 但是不能廢 也誠如剛才部長您說的 紅十字會數十年 數百年 這麼多 這麼長久一段時間 在國際上被看到了 那在沒有作戰的期間 也在地方上做了這麼多的急救 救援的部分 所以在紅十字會這個部分 還是本席啊 因為這是我們內政部 送到的未還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 確實也是因為紅會 在過去運作也產生了 讓人家質疑的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部分 其實是可以修法的 我們不希望把它導向說 我們要做面談 而且一談 一個一組要兩個小時 那一年有一天可以有多少組 四到五組 所以這個等待的期間 慢慢長落 這就是等待太長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外交部這個部分 這我知道不是部長您的業館 這是外交部的業館 所以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會耽誤到 我們真正外交部的這個業務 但是是不是人力 或者是法的部分 我們來做修正的部分 外交部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有外交部法律師黃科長 就針對這個跨國婚姻境外面談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制度上是不是要給予檢討 以前是國安問題 或者是怕假結婚來到了台灣怎麼樣的 但是目前已經等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了 是不是時空背景環境的關係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要做檢討 好不好 在外交部這邊 沒關係 未來再您給我書面好嗎 是的 再給我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好 現在休息吃便當 下午1時30分再繼續開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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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了解 謝謝 這個有辦法 這還可以 我們再了解 謝謝 請問一下 現在我們有 請問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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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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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